这样的女人玩玩就行了,千万别当真 现在科学高速发展,国家也走入现代化 女人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男人对女人也要有慧眼识人的本领 若不仔细看,将后悔一生 有的女人玩玩就行,千万不能当真 说一下五种不能要的女人 一,爱慕虚荣,败经感严重的女人 虽说女人为自己找一个靠得住 有点经济实力的男人是没有错的 但如果总知道的享受不想与你面对困难 是万万不能要的 你找女人若和你有福同享 但关键时刻和你大难临头各自飞 这种感情是不会长久的 所以对待这种女人不能用真感情 啊,水性洋花的女人 这种女人喜欢给男人戴绿帽子 可能会有很多男朋友喜欢脚踏几只船 也许她的颜值非常高 但是这种内心不稳定 是与你万万过不到一块去的 三,心高气傲的女人 有些女人自己的本事条件并不是特别好 但就是希望找一个高富帅 找一个条件非常好的男人 老人们常说门当户对 虽说不是特别正确 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你喜欢找一个好一点的男人 但是优秀的男人何尝不再挑优秀的女人呢 这种女人要不得 否则会与你天天生气 四,吊着你的女人 有些女人明明不喜欢你 却喜欢和你玩暧昧 因为她们没有找到合适的 又不舍得放弃一个对自己好的人 但当她们找到合适的男人时 就会马上把你放弃掉 我们成为这种男人为备胎 一个对你不真心的人 在一起也是不可能幸福的 五,不是真心爱你的女人 有些女人会因为某种关系 不得已与你在一起 她天天又不是很开心 就算你再喜欢她 你也不能与她在一起 毕竟两个人在一起 最主要的就是开心 就算生活辛苦一点也没关系 但如果两人连最基础的爱都没有 就算你做再多的努力 也是白费